Hello 大家好 我是Mobee媽 是你們的香薰治療師和國家茶道養生師 好了 現在這陣子天氣還是很熱 我想問大家其實你們用什麼方法消暑的? 吃西瓜? 吃涼粉? 吃雪糕? 開大冷氣? 去沙灘游水? 淋冰水? 衝動水量? 也挺多 但如果和香氣有關的消暑 你們有沒有聽過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還記得有一次我和大家說 關於驅蚊水的時候 我說我很喜歡下一隻叫做天竺葵 雖然我之前很推薦高度讚揚檸檬油加利 但我都說了其中一個品種叫做天竺葵 天竺葵是什麼呢? 其實你們都有可能會見過的 你們喜不喜歡去花墟 走去花墟買植物買花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有時你經過花墟店 你會見到三個字 兩個字 不是三個字 驅蚊 走過去了 驅蚊草 應該這樣說 有時會寫著驅蚊草 走過去 其實不應該這樣 應該會給老闆娘說 有時我不小心 我都會這樣做 就是輕輕擦一擦葉 用手 然後擺上鼻紋 然後你聞到有少少淡淡的 好像有些玫瑰的香味 這個其實就是天竺葵 其實天竺葵 有時真的叫做驅蚊草 真是用來驅蚊的 所以為什麼我就說天竺葵精油可以驅蚊 不過這樣 全世界其實有很多種的天竺葵 不過很多都是用來只有體 做不到精油 做到精油只有幾個品種 所以就變了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不過這樣 在香港你會發覺很有趣 天竺葵 你有沒有見過開花 你看到那些雜草 你又不是很想買回去 為什麼這樣 其實天竺葵是可以開花的 不過香港的天氣不適合了 要天竺葵開花的話 你是要極端的天氣 即是說你要是很熱 或者是很冷 即是日溫差很大才可以做到 香港就是比較難開花 所以你很多時候出去 你看到那些花虛的店舖 寫著驅蚊草 就是只有葉子 那關燒暑有什麼事呢 不過首先我想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天竺葵 其實我很喜歡天竺葵這個品種 除了因為它有些玫瑰香之外 其實跟我小時候的一些故事有關 我小時候 這個真的是暴露年齡的東西 就是話說我小時候 我爸爸很喜歡買雪花糕給我塗的 我不知為什麼 總之我經常都塗雪花糕 我小時候在電視機上 看到另一個叫做鵝羅納鷹的 若用雪花糕 我跟爸爸說我想買那個 但爸爸說 你只可以用這個雪花糕 到我真的去學精油的時候 就是學這些香薰精油的時候 我認識天竺葵 我第一下聞的味道 我就立刻想起雪花糕 味道好似好似好似 還有想起我和爸爸之間以前的一些往事 所以我就對天竺葵是很有感覺的 很想跟大家分享這個 淡淡玫瑰香的味道 不過大家小心 我遲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關於玫瑰這件事 不過我都說少少引指給大家知道 因為有很多不法商人 喜歡用天竺葵扮玫瑰精油來買 因為玫瑰精油太貴 天竺葵是十分一價錢 我是不法商人 我有時都心鬱鬱都好想 就是用來找一下你們笨 我有機會再講一下 怎樣去分真正的玫瑰精油 天竺葵可以有什麼消暑的妙品呢 剛才說了香氣淡淡的有些像玫瑰香 其實可以怎樣用來消暑呢 精油怎樣用來消暑呢 我今次不是介紹大家精油 我想介紹大家有一件事叫純露 有機會我再講多些給大家知道 什麼叫純露呢 選一些說花水 即是怎樣呢 即是很簡單這樣講 就是蒸漏精油最後而成的一個副產品 即是我有時間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蒸漏精油 但起碼現在都知道一件事 原來是有花水的 天竺葵是真的有花水的 而花水的味道呢 亦都有少少淡淡的玫瑰香 而這個玫瑰香呢 是來自於裡面一個內含成份 就是叫做香葉醇 它是帶有些玫瑰的香味的 而這個香葉醇的話呢 它都有一點點的降溫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用來消暑的 怎樣用它好呢 很多時我喜歡用天竺葵這些花水 我會放在雪櫃上冰住它 當我有需要用的時候 我就用一個瓶進去 夏天打出街 熱的時候就噴到臉上 真的可以和我冷卻皮膚的功效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有很多一些家長 是希望找到一些天然的方法 例如小孩發燒 尤其是剛剛發燒的時候 就不想馬上吃退燒丸 希望有些方法 就是溫和的物理性去降溫 又對小孩沒有一些害處的話 其實我可以建議大家 用天竺葵這個花水 大人都可以用的 不要想著小孩才可以用來退燒 其實大人都可以用來退燒 因為我自己有時發燒 我都會用天竺葵花水 很簡單 你可以家裡有紙巾就紙巾 毛巾就毛巾 或者那些化妝棉 你可以倒了一些天竺葵的花水 然後搭到額頭上 其實都很快要令你的人降溫 我試過最快是半個小時之內 真的令到自己可以降溫 即是天竺葵這個精油 除了精油花水都挺好用 又可以驅蚊 香氣有些淺玫瑰的香氣很舒服 令到人覺得有一種魚魚的感覺 原來它的花水是可以降溫的 夏天用又可以消暑 甚至乎發燒用又可以降溫 有這個效果 有機會再跟大家多分享 多些不同的資訊給大家 我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今集有什麼意見 或者什麼想聽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comment 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訂閱合家歡的頻道 今集就到這裡 下集我們再繼續 拜拜